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要过年了 先预祝大家龙年如意 好运财运 老套来 昨天跟大家 破话了在今年的情势 大家还是意犹未经 今天再请到 三位专家到现场来 首先邀请到 风水命令专家 谢文静 谢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座专家一定要请到 Amanda Amanda你好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线观众非常喜欢的分析师 葵国老师你好 做好 大家新年快乐 跟大家复习一下 昨天三位专家 勾勒出了全球的经济情势 谢老师告诉大家说 新的龙年 山穷水尽已无路 但是不用经典 因为柳暗花明 又一村 Amanda要告诉大家了 今年的全球局势 恐怕乱世凶年 但是同样 因为拨乱反正 今年是有机会的 那投资上呢 葵国老师说 今年不确定因素 还是好多 所以金玉良言 就是跌的时候要敢买 涨的时候要敢卖 所以富贵要险中求 那我们慢慢的进一步 手把手招 大家怎么求 今天节目一开始 谢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各个生肖 我们等一下来谈 但是今年最重要投资人 买股票怎么赚钱 怎么招财运呢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呢 我就建议就是把家里的 格局处拿出来 你把它平均分成九等份之后 像这样分成九等份 对 然后你测量出东西南北的方位 之后把它标示上去 家里的格局 都不然自己画 然后卧室在哪里 然后餐厅在哪里 然后入口在哪里 然后分成这样九宫格 然后我倒比较建议就是说 如果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是用这个手机 或什么的话 你在室内测量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拿的是 比如说OK 文具店里头买的 指南针 指北针 罗盘之类的测量方位的 你一定要在室外量 我们曾经遇过很特别 曾经有个女孩子 她为了要测自己的讨花会 所以她就布置上去 半年多以后 她就突然间问说 老师问一下 为什么吹了半年多 我们好像没有出现到 我说那你家里面有什么异状 她说我爸爸好像上个月 就是被妈妈抓到 外面有女朋友 后来我就说 我想一想 那你没有那个 怎么会去忘到爸爸 对所以我说 你是不是 你是用什么量 她说在文具店买了指北针 我说你在哪里量 她我会想一想 你是不是在室内量 她说对啊 我说你到室外再量一次 那你到室外一量之后 方位就跑掉了 因为室内受到钢筋 用家电用品 所以她那个方位 就磁针就受到影响 就跑掉了 就跑到爸爸的面 桃花就去忘爸爸了 对就忘到别人 所以家里的手机 去下载那些指南针的话 或指北针的话 在家里用 但是如果在文具店买的话 要在家里外面量 方位才不会跑掉 了解 好 那量好之后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东方 我觉得基本上 原则上是这样 我觉得都是两个方位 第一个比如说 观众朋友 如果你偏向文职内情 我在东方这个地方做布置 一般来说 可以放装水的容器 第二个呢 我会建议 因为这个地方 跟我的人际关系 人缘桃花有关系 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个桃花是不是就跟我们 这还有个桃花 对 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个叫人缘桃花 这个叫因缘桃花 这是人缘 那是异性的缘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 用紫色的水晶 可是呢 会因为你的工作的职位关系 或者是你的 可能你在这个环境 你的关系 那么会有不同 比如说 如果我今天是主管型的话 我会建议你用柱状的紫色水晶 那么如果你是属于OK 你就是比较 我刚进这个公司没有多久 我希望跟大家能够打成一片 你今天要用柱状的紫色水晶 那主要部分柱状的水晶 我是希望它 不要能够掌握权力 是 抛耳 柱状水晶 我是希望它跟周边的人际关系 比较圆滑一点 对对对 能够打成一片 重点是 它在判断分析能力上面 会比较正确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会比较清楚 这个它其实它意思是什么 第二个不会走错方案 那原因是因为今年12生肖 有些生肖很容易判断错误 谁哪些生肖特别容易判断错误 比如说属蛇的男性 女性朋友影响比较大 那或属羊的男性朋友影响比较大 OK好 这等一下来细讲 所以在东方 然后用一个装水的容器 对 种一些植栽算不算 不算 不行 它主要就是只要装水就好 那至于我就说 如果你在这边你想要放置各种什么聚宝盆 盐灯水晶洞 我觉得都OK 紫水晶可以 那主管型的话可以做柱状的 那如果是一些菜鸟 或刚进公司的话 希望人际关系圆滑一点 放圆球 对了解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类似军人警察业务性质 那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东北方这个方位 它叫无曲心 所以也就是我需要充斥的这个职业来说的话 这个方位就很重要 那你在摆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如果我在东北方摆方的时候 如果你希望能够就是 因为我可能比较年轻 我有机会一直往上冲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就是摆放奔腾型的马皮 而马头朝外面出去 那一般会在马背上面 你看一下 有的时候我买的时候 它上面就已经有附上 某一些东西在上面 但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放的是什么 主要如果上面放的是猴子的话 对你的升官加薪的一个机会 会特别的多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 我已经到了一个一定的位置上 我已经不太需要去跑 我只要我下面的下面带的人 每个人都跑得很认真 我的这个OK 我的收入就会不错 那如果是这种等级的话 我就会摆放改放就是四脚招地的马 但马头朝里面来 但马背上放的是钱币 因为叫马上有钱 稳住然后马上有钱 那上面是猴子叫马上封猴 为什么刚才提到上面放的东西 不同会有不同意思 比如说它如果上面是一只苍蝇 那其实那个叫马上封 那主要是他们在走偏财的时候 需要用到 OK 放猴子叫做马上封猴 就升官了 放钱叫做马上有钱 就是财源滚滚这样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 这个地方做布置的话 对于工作上会很有帮助 那至于北方 我主要部分是做生意的部分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生意 那基本上它还有个中调 这边还有个叫钉 钉字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跟蓝钉有关系 如果这样一头 刚好这一年度里头 这个已经结婚很久了 他一直没有怀孕的话 你可以稍微布置一下 因为他可能对你 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加分 怎么布置 我们要帮我几个主播问一下 通常我一般来说 我会放一个麒麟 那其实通常嘴巴要张开 也就里面它是可以投放东西的 那么要放五色种子 也就是所谓五色种子 就是绿豆 红豆 黄豆 黑豆跟白豆 那基本上放到它的肚子里头 如果你找不到白豆的话 你可以用大花豆也可以 主要部分种子 种子 谐音种子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求财 也可以求这个所谓的人丁 那当然布置以后 我觉得这三个方位 有两个禁忌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东方 跟北方这两个方位 它都可以放装水的容器 而且北方是未来20年 它主要摧彩的一个方位 但是东北方这个地方 如果装水的话 它会相反 它就会破财 而且水量的多少 决定它破财的多少 所以这里不能够装水 对 那这里最好摆什么 其他都可以 你用水晶洞 盐灯 聚宝盆 你都可以不治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辅助的地方 就是西北方这个方位 主要部分是因为 我觉得它对任何财位来说 都有辅助 因为我昨天说 这是隐藏的财位 对 隐藏的财位 比如说我现在 我希望在人际关系上面 能够加强 我刚才听到有两个生肖 它在新的年度里头 它的桃花有可能 你站对位置 它就成为你事业上 可能这一年整体的助力 但你如果站错位置 它可能会被你人生中 很大的阻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能不能正确判断分析 我觉得很重要 好 所以这个 你刚刚说隐藏的财位 不管是在 你要名列前茅 文才出众 这里要怎么样摆我们的财位 其实一般来说 它的第一原则 就是保持干净 但是第二个原则 我觉得能够做 我当然会尽量 做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边我可以做 布置就好 但我如果有位置可以做的话 我会尽量坐在这里 第二个万一 它真的是你家的厕所 或者是厨房里头 你没有位置做 那我就会尽量 选择东方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个地方 又叫文曲心 这叫文昌 这叫文曲 当然文昌 如果位置不好 变成无会文昌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文曲来做布置 好 所以第一个 然后你刚才讲的 第一个好重要 一定要保持干净 一定要保持干净 所以这里要让你做一个 比较正确的判断 投资人也需要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才是会赚的股票 所以投资也可以在西北方 布一个所谓隐藏式的财位 好 这是在2024年 九宫的飞星图 到底要怎么样布你的财位 十二生肖 今年重点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 叔叔的朋友 其实在今年度以后 这十二个生肖都有个问题 比如说除了犯态税的生肖以外 那有些生肖它都是好坏 刚好两个在今年度里头 而且这是过去一直以来 十二生肖很少遇到的情况 这样子会怎么样 它就是有个好的心 也有个不好的心 但我就是必须要稍微紧 注意到哪个问题 比如说叔叔的朋友 第一个在新的年度 有三个主柜人带财运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财运上会非常的好 可是你好的时候 不表示我走路不会跌倒 我要是跌倒还是会受伤 所以基本上这个叫白虎 以前就上山怕老虎 走在街上怕什么 怕野狗 所以你看到上面 这有一只叫白虎 也有一只叫天狗 这两个基本上 就是属于雪光之灾 所以叔叔的 叔虎的开车 意外要特别的小心 而且基本上 叔叔的朋友来说 这个基本上 跟他的事业工作上面来说 完全不影响 但是他预防突发状况 所以刚才提到 这边一个重点之后 避免急躁 那么要注意环境 上面看到标注红色的是 比较好的 同样属属比较好的 那标是黑色 就是同样属属 但比较稍微需要注意的 OK好 注意环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出入啊 然后是吗 对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一不小心我勾到 我还是会跌倒 开车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子来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 不要太急 然后虎的也是 对不对 属虎的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一样是 特别要注意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红色地方就是特别好 因为他这一年 贵人运特别的强 但是黑色的地方呢 就是他比较稍微小心 要特别的注意 出入的时候 稍微多加留意一下 OK好 就是属鼠跟虎的 那还有哪一些生肖 今年要特别注意 好 基本上特别要注意的话 应该是属兔的这个生肖 属兔的生肖 基本上他的运势很好 可是大家想运势很好 为什么还要注意 这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要规划 才会避免浪费 今年他要预防一个 冲动式的消费 或者冲动式的 冲动型的投资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这个部分 是因为他想要更多 他想要再 再多一点点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会造成反过来 可能当我全部投入进去的时候 才发现 哎呀时间点 好像有点过了 是 就要避免这样子浪费 第二个 他因为刚才提到 运势很好 对不对 因为他刚脱离一态 所以影响 所以现在 就像兔子被关了很久 终于出来了 OK 那这时候他就 OK 我这也想尝试一下 那也想尝试一下 机会很多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钱要赚 但身体还是要顾 所以基本上 他这个病符 主要是针对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以尽量避免 积劳成疾 OK 好 我要问一下 在今年 因为是农年 农年就是 太岁年 对 今年农年的 要小心哪些事情 基本上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太岁一般民俗上面 他可以透过寺庙去安太岁 或自己家里头 安太岁都可以 但是呢 他的原则就是尽量低调稳健 而且呢 我们刚才就提到一个居家方位图里头 他有个部分 就是正西方这个地方 在今年度里头 绝对不能动工 动土 他原则上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都提到太岁头上 这样不能动土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一旦有动的时候 这一年 那么对他来说影响会大 但是呢 这边有提到 红色的地方是好的 他同样是属龙 2000年出生的龙 他有可能会逆势上升 但是呢 1988年出生的龙 那在这一年度里头 就要稍微谨慎 小心一点 年轻龙今年要把握机会 中年龙在今年 可能稍微一步一去一点 对对对 好这是前六个生肖 来后六个生肖 有哪一些今年要特别注意 今年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第一个是属猴的生肖 属猴生肖 其实像刚才说 我们可能有人真的在做股票 或什么的话 你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他这个叫三合 三合组贵人 有时候你给我讯息 很有帮助 容易被骗 对 可是万一 无鬼就是小人 那所以你重点在于什么 你的资讯的辨别正不正确 对 所以有些朋友 这个地方 如果你光是听人家讲 我就去做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 有时候 可能前面让你 稍微长一点天头 但后面有可能反过来 让你失去一些 那所以在这一年度 有重点在于 这个资讯 到底是神还是鬼 那就是 就是我们这一年 最重要的功课 所以在属猴的朋友 在这一年度以后 我虽然要做一些 但是我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 要做的功课 所以刚刚讲 那个开运的部分 然后能够开财运的东北方 要补一下 才能够增加自己的判断能力 对 这边我要特别问两个 因为这个看起来 让我好像有一点点紧张 马根基的经营 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数码朋友 其实今年度以后 整体运势很好 他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三门星进来 主要是针对伤葬 医院 一些场所 所以真的 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我是建议今年能够避免 尽量避免 那么第二个部分来说 其实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只要避免接触 这些状况的话 基本上他的运势中 是在稳定中成长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数码朋友 你怕担心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红包袋 里面放36粒的白米 完整的 36粒白米 一小说的粗盐 欺骗的榕树叶 或芙蓉或莫草都可以 那另外呢 你用红包袋装起来 就随便待在身上 如果当你觉得 去了那个地方回来 那觉得有点不舒服 没关系 你就用一般的脸盆 泡一半的热水 一半的冷水 擦一擦 记得我们的蹊跷 眼睛鼻子耳朵 嘴巴稍微擦一下 头顶擦过以后 大概就没有问题 比较心安 但是如果当你觉得 你会开始冒冷汗 不舒服或什么的话 建议就要用棗盆 稍微泡澡 让身上冷汗逼出来 就会改善 OK 好 最后鸡呢 属鸡基本上 它的原则上面 它今年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跟刚才 我们另外一个生肖一样 它重点在于 我要避免 因为其实你没有办法 大小通吃 钱没有办法 通通一个人转完 所以身体方面 要稍微注意 避免疾劳成绩 跟属兔的一样 OK 好 谢谢谢老师 请先回座了 十二生肖 在今年浴室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谈谈新作 如果在今年 哪一些新作比较旺 怎么样能够锦上添花 哪一些在今年 要稍微注意一下 加把劲 休息一下 安排再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